美国驻联合国使集团宣布了 大使克拉福特即将在1月13日到15日访问台湾 除了将在外交部的外交及国务事务学院发表演说 还会跟台湾的资深官员见面 而根据了解克拉福特的丈夫是川普的金主 而且川普的任期其实只剩下不到两个礼拜就结束了 所以克拉福特这一趟毕业旅行 到底有多少实质意义也引发关注 前外交部长陈建仁就直言说 川普只想赶攻再打台湾牌 再打台湾牌给大陆一点颜色瞧瞧 他认为台湾重返联合国的机会很低 他也说炒作美食访台只是贬低自己而已 而国民党也提醒了蔡总统别踩红线 因为接下来上台的是拜登政府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福特访台时间终于敲定 美国驻联合国使集团公布 确定在1月13日到15日 文中还透露将会跟台湾的资深官员见面 但随着川普任期斗鼠 克拉福特这趟毕业旅行也被认为意义不大 他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也可以做做文宣 加入联合国此刻是没有可能的 前外交部长陈建仁认为 大内宣只是贬低台湾自己 除了助联大使关节比部长还低 川普这一手是想赶在卸任前再打台湾牌 挫挫中国大陆锐气 但是你赶客了 下台之后他就没有办法拉拢 其他的国家来对付中国大陆 在一党也提醒未来美国当家的是拜登 不是川普 蔡政府要加关台美关系 也要搞清楚对象 能够有一些具体的结果出来 不是只是这个形式上面的见面 或者是访问而已 但这也是台湾退出联合国后 首位来台的现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总府还是表达欢迎 台湾旅行法再一次的具体的实践 对台美之间的坚定的友谊 也会更加的深化 进一步的合作会有正面的帮助 敢在川普信任之前 克拉福特下周将旋风放台三天 究竟会跟谁见面 谈些什么内容 外照部与美方这密切安排当中 细节报秘到家 综合报道